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坐標平面上,A跟F這兩點 跟圓點的距離都是1 這距離是1 那麼他問說,A跟F這兩點,他的坐標多少 我們先求什麼呢? 先求這個A點坐標 A這點坐標,它跟這個圓 跟Y等於二分之,跟它二 這條直線的焦點 所以這一點的Y坐標是多少 Y坐標是二分之跟它二 那這X坐標多少 X坐標的話,是這一段 這一段多少 這X平方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加上多少 Y是二分之跟它二 二分之跟它二的平方 這個點多少 等於一 等於一 這是二分之一 所以我就曉得 X平方等於多少 1減掉二分之一 所以這是二分之一 那我兩邊給它開範好 所以一個X是等於多少 有正負 不過負的是這一邊這一點 所以我們是要求在X是正的 所以是正的跟它二分之一 然後你把公母有理化 變成二分之跟它二 所以它X坐標是多少 是二分之跟它二 這是A點坐標 好,再我們看看這個 F點這個坐標 是多少 它這坐標的話是二分之一 那Y坐標呢 Y坐標的話 這是Y X這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 二分之一的平方 這個平方叫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叫等於一的平方 加上多少呢 這個平方就是Y的平方 Y現在是負的 等於多少呢 等於一的平方 好,那這樣的話 Y平方就等於多少 1減掉四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三 然後兩邊給它開根號 Y的話取負值 因為這一點的話 是在第四相線 Y取負值 二分之跟號三 所以Y這一點坐標是 二分之戶跟號三 好,那這樣就做出來 好,那這樣就做出來